看到台北市長柯文哲到訪 原住民朋友熱情的用竹桿舞迎賓 還邀請市長和外國朋友一起同樂 但柯市長對音樂舞蹈不太擅長 老師抓不到節奏而被夾 雖然跳舞有待加強 但來到手工藝教室 柯市長可就很有想法 我們有做艾草條 哇 你看 我看到這個人在想說 附加價值怎麼加 如果這個艾草放在裡面 按就有聲音 拿到原住民手工布偶 立刻聯想到附加價值 市長平常就在想怎麼幫市府截流 走到哪還不忘帶動地方經濟 來到北投區開達格蘭文化館 除了參觀館內設備 還跟著原住民長輩一起動動身體 順便品嘗風味餐 只見市長一口接著一口吃得好滿足 唯獨這道菜看了好久都不敢動快 很有特色 最特別是那個炒蝸牛 鼓起勇氣才吃下去 是第一次吃嗎 對啊 從來沒吃過 這個炒蝸牛第一次吃的 鼓起勇氣才吃下排灣族的特色料理 炒蝸牛 還直說這裡的菜色有夠豐盛 柯P希望以貼近原住民朋友的生活方式 鼓勵年長者多走出家門 和其他族人一起分享學習 充實老年生活 開播在台北數位新聞 邱世民採訪報導 下個對抗 下個對抗 高齡 歐 萬 電